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重生巴林,媳妇有点辣》 作者 宝庄成 主要播音 素素青阳 军演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 感谢您的收听 第237集 哎 他们要走了 要不 咱跟上去 两个女孩站起来 手里的北冰洋汽水才喝到一半 匆匆塞给身边的男伴 哎 你们往哪儿去呀 有事先走 改天再约呗 几个年轻男人气得要死 又是请看电影 又是滑冰场玩 连个手都没摸到呢 一个男人有点急眼 被其他人死死拽住 别冲动 改天再约 他们两个可和那些妞不一样 不能硬来 家事好呀 干部家庭的女儿 泡上一个肯定少奋斗好多年 但不能硬来 要不是为了他们的家事 谁耐烦装孙子伺候 要说男人们喜欢的 还是像刚才溜冰场里 穿绿衣服的那个 漂亮的小脸儿 让人心痒痒 周成和夏小兰换了鞋 就往京城饭店走 周成是搭便车到招待所的 他本人也没买车 和夏小兰到处玩了一下午 两人要不就坐公交 要不就走路 溜冰场是特意选的 离京城饭店并不远 这时间点 一路走过去正好 两人眼里都只有彼此 周成也没了警觉性 没发现身后 还有两个小尾巴远远跟着 要是两个男人跟踪 周成肯定有所察觉 他潜意识里不认为女的 能带来威胁 自然没感觉 一路走 一路替夏小兰擦汗里头发 周成做得理所当然 后面跟着的两个 都觉得自己见鬼 周成对女孩 就没有和颜月色过 给女孩整理头发 周成念中学的时候 被外校的学姐告白 学姐长得挺好看 看上去楚楚可怜 周成轻轻一推 学姐就顺势往周成怀了一岛 当时 骑马有百来号人围观 都以为周成要保持骑马的风度 把学姐扶住 周成啊 往旁边一闪 楚楚可怜的学姐 当着百来号人 摔了个大马趴 当时是冬天 容雪的天气 学姐摔了一身泥水 周成愣是扶都不扶一下 这个段子越传越远 大家都知道 周成长得好看 心却比冬天湖面的冰层还冷硬 林香西域 根本就不存在的 可她越是这样 年轻的女孩越觉得她酷 觉得她笑起来 皮皮坏坏的 特别招人喜欢 像飞蛾一样 往周成身上扑 要不是周成很早就去当兵 不常出现在圈子里 不知道要害得多少年轻女孩 睡不着觉 两人都不敢信 这她们哪里是周成啊 莉莉要是知道 得哭死啊 佟莉莉多喜欢周成啊 围观了外校学姐 给周成告白背剧一幕 佟莉莉简直疯狂迷恋着周成 周成酷 皮皮坏坏 佟莉莉也把自己 往内方向走 结果周成根本就不喜欢 和她本人同一类型的 看周成牵着手走的人 小小的尖脸 年纪不大 却挺妩媚 长得忒勾人了 原来周成和大部分男人一样 喜欢的是狐狸精型的 俗 周成真的瞄得俗 俗归俗 两人还是决定 要通知佟莉莉 不能让佟莉莉被蒙在鼓里 那样太被动了 看着周成和夏小兰走进京城饭店 一个人在外面守着 另一个人通知人去了 今晚肯定很热闹 周成既然在大庭广众之下轻轻握握 肯定不介意把她女朋友带入圈子吧 哼 八十多年 邵光荣要在这里请客 倒不是装逼 而是今年在京城饭店里 开了个五人百姓餐厅 是华日合资兴办的 专营正宗的槐食料理 邵光荣还觉得 康美多事呢 全聚德和东来顺都吃过了 总不能让她请客吃炉煮吧 日本料理好啊 听去国的人说 清清淡淡的 招待年轻女同志正合适 因为是年后新开的餐厅 邵光荣也没吃过 价钱是真不便宜 菜单一送上来 邵光荣就血压飙升 康美十分同情 拍拍她的肩膀 多里的钱够不够 咋不够 康美借了一万给她装修房子 今天琢磨着要请客 就往兜里装了一叠 康美翻翻菜单 去年重门门西大街 开的那家马克西姆 墙上挂着的女人都不穿衣服 卖法国菜 一个人吃一顿都是两百多 你说 都什么人去吃的呀 邵光荣觉得自己的血止住了 真要四个人去马克西姆吃一顿 她可能要把衣服脱光了 才能走出去餐厅大门 康美就是要让邵光荣放放血 谁叫她小子大嘴巴完了 还想跟着周成赚钱 邵光荣的要求 康美没办法答复 声音是周成的 康美咋能点头让外人掺和 邵光荣见康美赚钱了 心动 康美让邵光荣自己和程子哥说 这才有了今天在京城饭店吃日本菜的饭局 有求于人嘛 肯定要好好表现 两人正翻着菜单 周成牵着夏小兰进来了 嘿嘿嘿呦 程哥 嫂子 快坐下 邵光荣这狗腿子殷勤得要命 康美也不和他抢 他前两天才见过周成 要献的殷勤都献完了 夏小兰还挺诧异 诶 怎么想起来吃日本料理啊 京城饭店档次很高啊 开国第一宴就是京城饭店承接的 要不是请客 康美和邵光荣这样的大院子弟 也不可能日常往京城饭店跑啊 现在的高干子弟们 大部分很朴实 囊中羞涩 想要装逼都不行 夏小兰琢磨着 这都八四年了 改革开放越演越烈 高干子弟们也朴实不了几年了 越往后走 赚钱的路子越多 周成和堪伟 现在倒腾香烟算啥 以后别人都是空手套白狼 搞批文当前客 就能吃喝不愁 夏小兰吃过的日料不少 要说在国内吃日料 还得数护士的好 再做四个人 其实他最有经验 人有经验就有底气 一点都不触场 少公荣把菜单递给他 他也就点菜 日本料理很清淡 鱼生之类的东西 可能并不适合食下的人的口味 油水不够的东西 得吃多少才能饱腹啊 夏小兰想到是少光荣请客 就没点贵的 随便点了几个菜 大家主要还是说事 菜上的倒是不慢 餐厅里音乐很清欢 私密性也不错 饭吃到一半 少光荣正准备切入正题 门口哐当哐当搞出了动静 一群年轻人男男女女的十几个 视线在餐厅里扫视 瞄准这边就杀过来 为首的人一脸惊喜 周成 你也在这里吃饭